早晨的桃花沟静谧而美丽 今天我们甚至有幸在云中看到了桃花沟北侧巨大的雪山群 其实从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有注意到它 只不过当时它是在云中若隐若现 现在露出来我们才能感受到它的壮美 而它的下方就是以青多镇为起点 一直到玉许乡的长达十多公里的内侧的桃花沟 而桃花沟除了桃花之外呢 也因为这一片雪山增添了许多历史的厚重和神秘 本段行程呢 除了桃花沟之外 我们还会回到318果道 继续向东行驶 一直到达我们的下一个主要景点集散地 燃乌镇 早上还是云层笼罩 等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晴空万里 桃花沟总长大概是30多公里 由外部的嘎朗湖到最内部的玉许乡 海拔也是阶梯式的上升 是从大概2900米到3100米 而之前咱们说过 这个海拔是最适宜西藏桃花生长的海拔 而桃花沟正因为这个阶梯式的地形 所以它从3月到5月 整个春夏时节都会绽放桃花 只不过是由外侧的嘎朗湖开始 逐渐绽放到内侧的玉许乡 也就是说越往里面走 桃花开放的季节就越迟 也许外面的桃花已经过季 而内侧桃花还没有绽放 这也使得灵芝剥蜜桃花沟成为西藏观赏桃花 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这里的每家每户都住在桃花盛放的树林之中 在这里徜徉 很容易让人想到唐银的那首诗啊 桃花屋里桃花庵 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换酒前 在这里游客可以很近距离地观赏桃花 还可以透过桃花看到后方湛蓝的天空 还有云中若隐若现的雪山 非常的漂亮 桃花庵下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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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后方北侧的这一大片雪山 我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因为知道他名字的人不会说汉语 会说汉语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然而结合当地人的一些说法 我查到他应该是叫做枪托神山 因为前几年在这个桃花庵里面修路 他们在枪托神山下面 发现了很多古文明的遗址 经过考察确定这里就是吐蕃第一代藏王 聂赤赞朴的发远发迹地 这个聂赤赞朴就是吐蕃王朝第一代藏王 松赞干部的第32代的祖先 他的诗迹很有意思啊 就是莫名其妙就被当地人尊奉成了藏王 牧羊人让他骑在脖子上从山上下来 所以聂赤赞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以脖子为王座的阴杰 简称为井座王吧 不过他随后确实是以本教作为国教 并统一了山南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 还在我们前几集去的扎西刺山上建立了庸布拉康 也是很有作为的 而这个井座王当年的遗址 现在好像还在开发 所以也没有开放给游客游览 自此呢 波密桃花沟又多了一个称谓 也就是藏王故里 一条美丽的波德藏布江 穿过整个桃花沟峡谷 滋养出了肥沃丰饶的土地 无数美丽的桃花散布在这里 藏王的传说在这样的地方发迹 确实是既真实又浪漫 一直到下午时分 我们才慢悠悠地往桃花沟外出发 桃花沟的外部有很多的游客 所以交通也有一些阻塞 但是可能主要就是旅行团的原因 他们往往都在外部而没有进来 而外面的桃花其实根本没有里面那么漂亮 所以还是挺为他们可惜的 由于外侧的桃花沟是南北走向的 所以一到下午 西洋就会被西侧的山给挡住 外侧的桃花沟就看不到阳光了 在这里我们尽可能地把无人机升到高处 来俯瞰整个桃花沟的大场景 远方北侧的尽头就是枪托神山 前面这条江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叫彼得藏布江 它在北面是有两条江汇合的 往西去的就是通往玉许乡的波德藏布江 而往东侧桃花沟去的是叫亚龙藏布江 而最终他们都会汇入318国道旁的帕龙藏布 在魏藏地区人们称呼江河为藏布 而在东面的康藏地区人们称呼江河为曲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大概弄清楚当地河流的命名 出来318国道我们就继续向东走了 沿着曲折的帕龙藏布江 回到了原始森林的地貌 没有来过西藏的人对西藏的印象可能是高原荒凉 没有什么植被 而实际上中国最大的两片林场 也就是东北的林场和西南的林场 其中西南的林场就包含了西藏林芝地区的广大原始森林地区 这里氧气充足气候宜人 一年四季都有很丰富的雨水 我们在这里拍摄日照金山 日落金山 这里是一个佛塔 小庆庄的 正在播放那个佛塔 我们在这里停是要 拍那边上空的日落金山 今天天气出奇了 就是突然一下前几天都是阴雨蒙蒙的 他们说都是热 然后今天一开始天气突然变得很晴了 那边这个山已经很丁了 那边也是 不过那边被山被这个山被挡住了 所以就没露出来 那边正对面过去 有一个很漂亮的日照金山正在发生 我们的岩石也在拍摄中 在日落的映照下 这次我拍摄用的是 RV手机的锁胶 就是把它的ISO和它的快门锁定掉 然后拍摄间隔在15秒 大概还有10分钟 这个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山并不是太特别的高 然后那边的日落真正下去之后 这一片的山都会挡住它 所以它下面现在已经开始 有一半已经没有日落金山了 其实拍日落金山或者日照金山 就是早晨的地方有很多 越高的山越孤零零的山就越美 所以目前来说 最美的应该是 梅里雪山的卡瓦哥伯 但是卡瓦哥伯呢 它的正面 也就是它的它的东侧 只能看到 日出时候的日照金山 它的西路就是蒋印那边 查瓦龙那边呢 往山上去是可以看到 日落时候的日落金山 都是非常壮 其中日照金山是举世文明 而且特别难看到 然后就是南加巴瓦峰 就是我们来过的 南加巴瓦峰的日落金山 但是南加巴瓦峰 卡瓦哥伯的高差都将近四千米 所以更为壮观 这两个地方也是拍摄 日落和日照金山的绝佳地点 现在它已经被挡了三分之二了 可以看到 我锁焦一开始是让它尽量的亮 然后又不至于失去细节 然后等它落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的很暗 但是呢 也不会再失去太多细节 这样的就可以有一个 天亮到天黑的完整过程 非常漂亮 下面是一片草场 我们是一直在走 然后看到这个金山很漂亮 就找了一个地方 没想到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另外威总正在那边放无人机 它也在拍 到时候看一下它的效果 它拍的是大场景 我拍的是细节 我拍的是细节 今天这样非常完美的一个收官 虽然这个山峰不是太高 但是我觉得也挺漂亮 我回去再查一下这个山峰叫什么名字吧 毕竟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室友 我们应该知道一下它的名字 表达一下感谢 因为在西藏地区呢 看日照或者日落金山有一个说法 就是像卡瓦哥伯南加巴瓦就说 不是你想看它 而是它想不想看你 如果你能看到日照或者日落金山 就没有被云遮住的话 那就是说明它想看你 它愿意看你 因为这个山上的云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天上的云是不一样的 山上的云是非常难预测的 没有任何一个软件 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预测这个山上会不会起云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只能完全靠运气 现在太阳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 躲在山后面了 这一片雪山都已经很暗了 因为它们是朝东面的 要日出的时候才能看到这片雪山发亮 这个剩下一个山尖尖了 这边还有四分之一左右露出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索参树的效果 所以索参树是一个非常能够保留它细节的 就像用单反拍也是一样 不过我现在来不及了 马上就要漏了 我迅速把手机架好 索参树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做法 一旦没锁好 它可能就会过曝或者是过暗 那样整个片就毁掉了 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把控的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样日出的时候 因为日出的时候 日出之前天空是非常暗的 日出之后天空又是特别亮的 所以索参树对拍日出是很难一次搞定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索几次 索参树拍十分钟 再索一次重新调一次参树 再拍十分钟 再调一次参树 再拍十分钟 那么这中间每一段视频中间会有一个亮度差怎么调整呢 可以通过后期对一段视频的剪辑中对它进行变暗的处理 让它能够贴合 但是这个有难度 最好就是在中间加一个过渡 加一个转场 这样整段视频拼起来 加一个一个的转场 拍出来效果依然很震撼 这是我知道最好的办法 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变得更好的办法 如果你一直不锁参树拍的话呢 天空是会跳的 天空的亮度会跳 这是用手机拍的效果 用单反的话呢 那就直接过报了 因为单反就是锁参树的 单反如果用自动模式不锁参树的话呢 那个天空也是会一直亮上去 就是天黑了它反而会亮 然后日出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天空越来越暗 这样的话其实很不真实 所以我还是建议锁参树 这个佛塔下面就是传经道 可以看到这些石头上是 刻有很多 应该是六字大明诀 看不懂藏文 然后这个石头上是伏刻的 它是伏雕 非常花费工作 很花费 没电了 一格电 中文字幕大学 在太阳完全落山 天色已经暗下来的时候 我们沿着318国道到达了松宗镇 松宗镇的雪山非常有名 主要是这个道路两旁可以看到的 左侧的宋东巴热神山和右侧的盔甲山 其中宋东巴热神山 以其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而著名 而右侧的盔甲山 则是以它在雪景中雪层和岩石层 一层一层叠出来的那种 就像古代的盔甲一样神奇而著名 它们都是非常值得好好游览的地方 而且松宗镇也是桃花季观赏桃花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由于现在天色已经很暗了 而且这个季节山上的雪不是那么的多 拍出来也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我们就走马光花的一笔带过吧 毕竟让我们更加期待的是明天要去的 燃乌湖和来谷冰川群 好好休息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的行程 开始你的旅程 身体和心灵 总有两个在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